中东启示录9 伊斯兰也有武则天 阿拉伯半岛自古就是贫瘠之地 但阿拉伯人却建立了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的强大帝国 如今的阿拉伯半岛虽然石油丰富 阿拉伯人却分崩离析 即使有钱的王爷国也不过是他国手上的玩物 是石油让阿拉伯人堕落了吗 也不全是 其实阿拉伯衰败的种子早在帝国巅峰时就已种下 中世纪的中东有句谚语 波斯人治国 突厥人打仗 而阿拉伯人只负责念经 波斯虽然被阿拉伯人灭国 但波斯文化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波斯人的治国能力远远超越一夜暴富的阿拉伯人 尤其是在阿拉伯帝国建立后 许多阿拉伯贵族越来越沉迷享乐 不死进取 骁勇的阿拉伯人也失去了战斗力 帝国的军政事务渐渐被波斯人掌握 意识到波斯势力的壮大 阿巴斯王朝第八任哈里发决定辅职自己的突厥奴隶卫队 来压制波斯贵族 突厥是曾活跃在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在最后一个突厥汉国被唐朝联合回湖和契丹灭国后 突厥人大批西迁 西迁的过程中 突厥人逐步被阿拉伯人伊斯兰化 由于突厥人质朴上武一部分突厥人被阿拉伯人招募 这些突厥战士最初都属于奴隶 按阿拉伯语发音就是马姆路克 当然马姆路克只是以突厥人为主 也包括其他被掳掠的奴隶 从十字军东征开始 马姆路克逐渐成为了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 华尔德英雄撒拉丁正是率领马姆路克骑兵 挡住了十字军的步伐 经过撒拉丁的改革 马姆路克地位显著提升 基本上从奴隶兵变成了雇佣军 撒拉丁死后 他所建立的阿优布王朝陷入了分裂 十字军趁着王朝内乱 频频入侵埃及 1248年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 发动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阿优布王朝苏丹领兵迎战 然而年迈的苏丹在大本营突然去世 在这危急时刻 苏丹妃子舍着而挺身而出 一方面隐瞒苏丹死亡的消息 一方面以苏丹生病为由 替他掌管军政 并亲率马姆路克骑兵 全歼法兰西军队 还俘虏了法王路易九世 随后舍着而声望大增 被拥立为女王 这下惹恼了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 阿巴斯王朝名义上 还是各伊斯兰诸侯国的共主 迫于伊斯兰世界的压力 女王舍着而下架 马姆卢克将领埃拜克 两人结束阿优布王朝 建立马姆路克王朝 埃拜克成为了马姆路克王朝的第一任国王 当西方十字军东征没完没了时 来自东方草原的蒙古人开启了东征之路 蒙古大军在中东势如破竹 阿拉伯帝国灰飞烟灭 伊斯兰世界只剩下苦苦挣扎的马姆路克王朝 与此同时 欧洲也经历了蒙古人的疯狂蹂躏 都市内的成年男子几乎被屠杀殆尽 而就在这个时候 蒙古人在南宋的钓鱼城遇到了麻烦 大汉蒙哥亲率大军围攻半年之久 却终死在钓鱼城下 蒙哥的意外死亡 导致征战四方的黄金家族们 立即撤兵争夺捍卫 不仅欧洲人从死亡边缘走了出来 马姆路克王朝也趁机击败了残留在中东的蒙古军 终结了蒙古人的西征步伐 所以从谋种意义上讲 四川的钓鱼城同时拯救了西方的基督文明 和中东的伊斯兰文明